蔡英文15号到台中出席活动 台立法机构复职负责人蔡奇昌下午全程陪同 而没在蔡英文陪同人员名单上的 台交通部门主管林嘉龙也到场 这被外界猜测 是否跟下届台中市长决例有关 蔡英文到台中拜庙 2022热门的台中市长人选 蔡奇昌林嘉龙也陪同 蔡英文15号当天连续三个行程 都仅写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蔡奇昌陪同 名单上并没有林嘉龙 不过林嘉龙场场都出现 较劲异味似乎不言可遇 面对尴尬的问题 蔡英文选择回避 但蔡奇昌可就敢当面说 三百万什么意思 没有啦我只是跟他 没有我刚刚只是跟他讲说 你的这个拜拜的时候运气不大好 应该跟马祖拜拜一下 其实是无望之灾 只是会这么说 是要撇清自己没针对林嘉龙吗 因为台湾名嘴周玉寇 点名林嘉龙 卷入所谓时代力量 前名代徐永明借贷案的那天 蔡奇昌正接受专访 不会大家想象那个样子嘛 就是我们以我们两个 过去两次我支持他 那未来不管谁要选 而且更何况我也没有宣布说我要选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过度的联想意测 你说政治上的这些阴谋论 这是很夸张 我觉得不应该再加以渲染 不止林嘉龙 其所属派系近来陷入争议的 还有民进党彰化党部主委邱建復 有意向角逐县长的他被爆出电话桃色纠纷 派系成员接连出事 也被认为是因民进党内的派系斗争遭针对 虽然都矢口否认 但民进党的派系决力 台面下已经蠢蠢欲动